上期说了,守约不同于其他射手,是要切脆皮当刺客打的 二技能狙击拥有超远范围,让他能轻易摸到对方后排 杀人于无形之中,杀人于千里之外 讲了两届百里守约的教学,今天带你们实战看看 这个英雄在我手上有多强 那么对线黄忠 对于笨重的老黄忠,守约还是很好欺负的 等他先清完兵,射手的普攻是有后摇的 那就趁这时候先来一发 这么快就喊队友了,不过无济于谁,再来一发 哎呀,差一点伤害,不过没事 教你们一个玩守约的诀窍,一定要专一 不能与路均沾,只剩一个人打才有效果 狙个核心,再给你来一枪 就问你气不气,还敢加炮 那就是个活把子,狙 往哪里跑,狙 狙,我发现守约的黄忠还是挺有意思的 叫人来挡都没有用,给我回去补血去 狙,现在伤害已经起来了 一枪半血,那杀他不就只要两枪吗 哦,一直不敢跟我打的黄忠 竟然主动出击了,释出反尘必有妖 果然,大招 闪现拉开距离 狙击手准备就绪 首约的攻击范围可是很远的 极限距离狙击 这时候不及时回程 趁着黄忠被击伤,赶紧把塔点了 不然这个长手怪不知道还能守到多久 那么中期白里打团,尽量要狙击残血 先确保自身位置安全 在远程伴助队友输出 而往往团战中,对面是容易把我们忽略掉的 周鱼,再见 靠,给老夫子挡下来了 那就进场普攻 咦,怎么就打完了 大宝哥的手约,打团不言是零输出 哼,等着看吧 现在团战刚打完,肯定有残血 那就杀这个江子呀 等他新兵暴露视野 一枪,再见 迈个破军 哦,小周鱼 那么杀他就有讲究了 G A 大招 A A 再见 那么这一波就要跟你们细细说明一下了 先就地瞄准 让他放松警惕 把风吹过来 等同时 反向大招 这样他的火全部都吹反了 最后两枪带走 倒是在他火里打 死的肯定是我 你们看明白没有 操作都在细节里 咦,怎么投了 我还没玩够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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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